109章 两派之争 几番交手之后 万弘安有些狼狈 在同一个驻地中 他自然看到过叶景文出手 但他怎么也没料到 这小子居然强到这地步 完全不比他们古剑派的精英剑修弟子差 他接回自己的飞剑 立声叫道 小子 快快把东西拿出来 我们就饶你一命 听到这话 刚刚被割破了衣袖的叶景文惨笑道 怎么 你怕死 若是他真的逃不掉 拼上一条命 这万弘安未必能活下来 他到这般劲地 居然也不肯低一低头 万弘安一致 怒上心头 向两个同伴看了一眼 那两个古剑派的弟子收到他的眼色 立刻转了方向 踏上几个方位 叶景文脸色一凝 听到万弘安冷笑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给你看看我们古剑派的万象新陈正 三人分裂叶景文三个方向 各自举荐 闭目念起了口诀 叶景文剑洞立刻将自己的飞剑接回 谨慎无比地看着四周 万象新陈正是古剑洞的绝技剑洞 最少三人 最多千万人 一旦布下 其中杀鸡重重 但这剑洞也不是那么好布的 需要的灵气超乎想象 这三人必定也不轻松 没等着三人将剑阵布下 叶景文一甩剑 剑脱手而出 似乎往万弘安射去 就在他们一身招架时 他贴着一张灵符一拍 瞬间消失在地下 土盾 是土盾符 万弘安叫道 手一挥一道剑气脱手而出射到土里 便看到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迅速地往远处顿去 追 墨天歌站在白丝帕上 飞天梭在手 不再收敛气势 助肌修士的威势更是散发开来 与此同时 飞天梭出手 只举为首之人的手机 那人叫道 谁 转身堪堪避过飞天梭 看到飘下来的几缕发丝 惊出了一身冷汗 墨天歌冷道 你们又是何人 竟然围攻我玄青人师兄 这三人看清他的模样 互相开来一眼 筑机钟情 叶锦文此时已从土里出来 惊喜患道 天歌 眼见这三人已有趣意 墨天歌哼了一声 飞天梭再度出手 几枚飞针埋伏在金光之中 另一方面 实至神识 已悄悄探处 叶锦文反应也是极快 一挥手 飞剑再度出手 配合着他的飞天梭 挡住了那两个 助肌初期修士的回击 这一切只发生在瞬间 他们的万象新陈证 还来不及不出 万弘安只来得及措身闪过 只听啊的一声 一个同伴倒了下来 他转头一看 另一个同伴面如土色 堪堪挡住叶锦文的飞剑 万弘安一摸腰间 也是一张符一下拍在身上 人瞬息消失不见 即使完全不管同伴 就断走了 墨天梭和叶锦文都没有去追 而是再度出手 截伤那助肌初期的修士 两个中期修士 齐齐出手 对方又是惊魂不定之时 哪有反抗的余地 就这么被就地灭杀 结束斗法 叶锦文看了万弘安逃离的方向 收了剑 转头对墨天梭道 天梭 你怎么在这儿 我听说你两年前 丹顶门大战中失踪了 后来没事吧 墨天歌向他点头笑道 叶大哥 你看我这样子 像是有事吗 叶锦文一正 打亮了他一番 惊讶 你进阶中期了 他这么一叫 墨天歌倒是奇怪了 我两年前就进阶中期了 叶大哥 你不知道 啊 叶锦文糊涂了 这是怎么回事 墨天歌扫了扫地上 叶大哥 我们回去慢慢说 好吧 两人把这古剑弟子的尸首处理了 一起慢慢往回飞 天歌 你先说说 你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你住基 也就是三年前 怎么两年前 就住基中期了 还有你失踪 是怎么回事 嗯 我两年前 遇到一些机缘 所以直接进阶中期 这件事 当时在洛言阳的 师姐妹都知道 我还以为 你也知道 我当时跟师父在外头 后来回去 你已经跟玄音师伯离开了 你遇到的机缘 居然直接让你进阶中期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缘啊 墨天歌笑笑 没仔细说 又倒 两年前 我被一只五戒妖兽追着 幸好身上 有一件逃跑的法器 居然让我逃出升天 后来我因为身上有伤 不敢出现 就找了一处秘密的地方疗伤 前些天伤刚好 才敢出来 竟是如此 花了两年时间疗伤 你的伤一定很重吧 墨天歌等 还好 当时昏迷了几个月 幸好没遇到什么危险 叶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 叶锦文脸上浮起苦笑 这两年 大得太惨了 我们门中因为分山练下得早 练起弟子无碍 影响不是很大 可住基弟子 陨落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一下动了门派的根基了 三分之一 也就是最少七八十名弟子 这么多住基弟子 最起码也要百年 才能恢复生气 再想想其他门派 这次昆武的各大门派 损失可算得上惨重 我们这些精英弟子 一开始都是跟随师尊出展 可后来因为各种任务 或是危机 散在各地 我之所以在天火山 正是两年前 那场大战后 被派出来支援丹地门 后来就一直没能回去 两人谈了些 妖兽之烂中发生的事 墨天歌得知 玄青们后来 又陨落了三个阶段修士 本派手作太上长老发怒 五大原因修士 两位出展 这才遏制了 玄青们附近的心事 达了三年 妖兽之烂 算是初步平定 森林不再有无数的 妖兽之缘 昆武大小的门派实力 也被消耗得差不多 叶景文说 此次大战 超过以往的规模 估计百年内 不会再与妖兽之间 发生战事 为此 墨天歌心中 安安庆幸 幸好他在虚天境 多避了两年 否则的话 不说 能不能把命留下 像三位师姐一般 只怕几年内 受伤次数极多 修为在这几年内 估计也是停滞不前 天歌 你可真是幸运 如今还三十未到 就已经筑记终起 真让大哥羡慕 莫天歌摇头 机缘而已 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不必如此谦虚 两人一路说着话 一路往前门领驻地而去 这一路上 叶锦文与他交流了 住几中期之后的心得 又嘱咐了许多注意事项 让墨天歌第一次 念受到他的啰嗦 不知是不是昨天 见过了那小骨子的原因 看着叶锦文一件事 往往说上好几遍 墨天歌不由将两人的形象重叠 暗自好笑 两人还没进前门领驻地 就见一人冲来 叶锦文师叔 墨天歌定睛一看 是昨天那个小骨子 这孩子一把抓着两人 叫道 叶锦文师叔 不好了 墨天歌与叶锦文对参一眼 叶锦文伸手拉住他 问道 怎么了 小骨子扯着两人到一边 低声道 你们是不是跟骨剑牌修饰 起冲突了 叶锦文点头 眉头竖起 怎么 那姓万的 还敢来告状不成 小骨子一脸无奈 可不是 我们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可这姓万的 把骨剑牌的都叫过来了 一口咬定是叶石叔 你想要杀人夺宝 打不过他们 又换来同盟 邝主师兄 肯定是不信的 可信万的 摆明了 就是要以誓言的 叶锦文文言冷哼 此处前门领 是我玄清门主时 要能处急修饰 比他们骨剑牌还多上一点 他们居然敢这样做 小骨子面露不屑 附和道 就是 他们就是吃顶了 邝主师兄不理事 再说 就算出了事 邝主师兄 作为主事者 是要受责难的 莫天哥冷笑 恐怕他们就是 因为心虚 怕我们对付他们 所以干脆提早一步发难 如今谁是谁非 已经不重要了 那信万的摆明 就是拉上古剑牌 与我们玄清门作对 如此升级到门派之争 别人也就不管 是不是他要杀人夺宝了 确实是这意思 叶景门思索一阵 看向小骨子 邝师兄是什么态度 小骨子无奈道 邝主师兄不想理 可他们非闹着 既如此 不如就动手 叶景门扫了莫天哥一眼 看他没反对 便接着说道 小骨子 你去跟邝师兄说 此事不得善了 倒不如想狠心 小骨子悚然已经 下意识地看向莫天哥 这 莫天哥知道 叶景门待他虽和气 但当年一见面 便对劫持他的 李玉山想杀手 就可以看出 是个沙发决断之辈 再说 他自己也动了这心思 便对小骨子笑笑 他们几个人 都是什么修为 小骨子看他二人 满不在乎的模样 吞了吞口水 才干巴巴地说 他们一共五个人 两个住击中期 三个住击初期 还有些恋气底子 五个人就敢动手 莫天哥有些不解 那我们呢 我和叶大哥是住击中期 邝竹师兄是住击后期 白师弟是住击初期 可还有别的住击修士 嗯 还有两位师叔也在此 不过近日不在 小骨子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两位师叔 邝竹师兄和白师兄是不怕的 可如今我们号称结盟 动了手 如何交代 交代 叶景文哼等 他们都死了 自然是由我们交代 这 小骨子自尽了门派 就跟着邝竹师兄 展白以及小妹在一起 邝竹和展白除了修炼之外 着重休息的炼丹疗伤之数 他与小醉很少经历斗法 就连这几年夭手之战 他们都在后方 眼下听到叶景文与莫天哥 面不改色提起围杀其他修士 不免心惊胆战 莫天哥看他这模样 不由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小骨子 你去跟邝竹师兄报训 然后我跟叶大哥 假装刚回来 到时怎么做 你悄悄提示我吗 好吧 小骨子咬咬牙 既然两位师叔这么说 我去转告邝竹师兄就是 这种事 他总要习惯 叶景文还想点头 麻烦你了 看着小骨子走进驻地 叶景文与莫天哥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眼中看到杀意 经过刚才一番联手 叶景文对如今的莫天哥 已有了新的认识 眼前的莫天哥 亦是货真价实的 驻机中期修士 出手之转 心机之决断 早已不是当年 他所救的小姑娘 他不禁心生感激 算来也不过十七年 当年他救下那小姑娘的时候 从未想过这一天 来得如此快 他早已成长到 可以并肩战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